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北美华人周刊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赵美新众议员被质疑忠诚一事 令民主党不满 美国发布迄今为止最严厉移民入境新政 美国亚太裔历史文化博物馆项目正式启动 犹他大学向受害中国女学生父母赔偿500万和解金 瞬息全宇宙部分道具拍卖用支持慈善事业 网飞体魄100挑战亚裔男性形象偏见 加州枪案后亚裔构腔热情上升 北美青少年华语歌曲歌唱大赛正式隆重推出 UCA社区基金正式成立 共和党议员暗示 美国首位华裔女众议员赵美新对美国不忠诚 这引起了众议院民主党人的强烈不满 德州共和党众议员兰斯古登本周提出 赵美新应该被拒绝接受敏感机密材料 甚至并接受调查 事件的源起是共和党攻击拜登总统 任命的美国亚洲贸易负责人 Dominic NG代表北京利益 并要求按照反间谍法予以调查 之后赵美新等民主党人为NG辩护 周三古登对福克斯新闻表示 怀疑赵的忠诚度及工作能力 赵美新随后发表声明 称古登的言论是种族主义 众议院的民主党盟友也纷纷为他辩护 要求古登道歉 民主党竞选部门负责人 众议员周五声明 在反亚裔仇恨继续威胁社区的时候 我们立即谴责这种种族主义和仇外攻击 并敦促同僚负责起来 让我们的政治摆脱这种危机的言论和仇恨 近日美国移民服务局和国土安全部联合发布新规 规定所有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 将没有资格获得庇护身份 以及庇护绿卡等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该政策为临时性的政策 初步预计实施两年 将于2023年5月11号生效 并将收集公众的意见 新规定将改变美国此前的移民政策传统 机队自称受到本国破坏的人士提供庇护 对于任何在前往美国途中未向其他国家申请保护的人 或者没有提前将其寻求庇护计划通过边境当局的人 在该政策下都将面临被立即驱逐 制定新规的目的是 鼓励移民利用自己的合法 安全和有序进入美国的途径 以及其他的方式寻求合法庇护 从而打击靠人口走私 剥削移民而牟利的非法网络 打击非法入境 维护一个安全的美国边境环境 由国会众议员孟昭文提出 并经立法通过的美国亚太裔历史文化博物馆项目 近日开始正式启动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博士 接受了美国国会的聘任 担任新管馆长 首先将进行的可行性委员会的调查研究 这个无偿的委员会将在一年半内 完成项目的计划 与可行性报告 向总统和国会提交 许杰表达了对该博物馆的期待 即一个探索属于亚太裔历史和文化的博物馆 一个发现我们的故事 追溯我们的经历的空间 一个带着勇气和关怀 去激励与团结美国社会的力量 在许博士的领导下 亚洲艺术博物馆 为旧金山成为世界著名的艺术和文化圣地 做出了贡献 举办过自古至今的亚洲各地和亚裔美国人的新冠展览 许博士担任多重职务 包括美术馆馆长协会会员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艺术委员会成员 以及全国性无党派组织百人会的成员 去年2月 年仅19岁的董志凡 被谋杀于盐湖城一家汽车旅馆房间 警方称这是一起亲密关系暴力杀人案 他的男友王浩宇已被控谋杀 由他大学7月份发布的一份内部审查显示 学校宿舍的工作人员多次未能意识到 在他死亡前的几周内 董都已经处于危险之中 本周该校承认未能对董做好保护 并同意向他的父母支付500万美元的和解金 校方表示 大学承认在应对导致董志凡死亡的复杂情况方面存在缺陷 并承认董家遭受的巨大损失 校长在一份声明中说 亲密伴侣暴力是一个超越国际和文化 并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的社会问题 没有人会忍受自己的孩子死于暴力 我们的大学将继续努力 继续改进 保证学生的健康和福祉 董的父母抨击了学校的官僚气氛 做事草率 根据大学文件 2022年1月14号 也就是他被杀前的近一个月 董提醒学校住房部门 掩护城警方两天前逮捕了王 并指控他在争吵中殴打了他 但住房员工知道一个月后 在董失踪之后 才向校警报告了这起逮捕 记录还显示 工作人员多次将董的名字 与王的名字混淆 并错误地拨打了与王同名的 另一个学生的电话号码 制作《顺西全宇宙》等热门电影的独立工作室 A24将在其网站上拍卖部分道具 从2月23号开始到3月2号结束 所有收益将捐赠给由该片导演 亲自选择的三个慈善机构 洗衣工人中心跨心理法律中心和亚洲心理健康项目 这几个项目也跟剧情有关 该片成为影评界的热门 并在全球创造1亿美元的票房 电影主演杨子琼饰演的是一位自住洗衣店的老板 在婚姻关系 母女关系 精神健康等方面苦苦挣扎 经历对各种可能性的尝试而最终获得了解脱 洗衣工人中心旨在通过打击房东疏忽 工资盗窃以及危险和剥削性工作条件等行为 改善洗衣仓库和食品服务行业人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跨性别法律中心是全国最大的有跨性别领导者的组织 旨在为跨性别者及其家人提供法律服务 亚洲心理健康项目的使命是教育反亚社区 寻求心理健康护理并增强他们的能力 该项目由2019年创立 致力于消除心理健康和关键社会问题的偏见 并提供相关的资料 Netflix出品的韩国真人秀挑战赛《体魄100》 令人痛快地击碎了社会对亚裔男性身材的偏见 该节目邀请了100名主要是由亚裔的运动员 来争夺中级人类体格的称号 专家表示该节目的参赛者涵盖范围广泛 体型多样化 运动专长各异 打破了围绕亚裔体能的负面刻板印象 同时有力地扩展了通常对健壮健康和男性化身体的狭义定义 也破除了把种族和体格联系起来的迷思 加州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副教授说 从历史上看 西方人对力量的看法往往是在白人和黑人代表的 而亚裔要么被贬低 要么经常被完全排除在谈话之外 该节目主要由亚裔演员组成 打破了这种思维定势 观众能够看到参赛者的形象和技能 专家说 节目中的女性参赛者也有力地挑战了对亚洲女性的柔弱 过于女性化的刻板印象 据报道 加州最近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后 越来越多的亚裔美国人顾客光顾枪支商店 亚裔是美国拥有枪支率最低的人群 但是由于大规模枪击事件和反亚裔仇恨事件的增加 他们开始考虑购买枪支 自卫并参加枪击训练 一位教练说 每次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后 他都会接到更多的生意 2021年在席卷美国的反亚裔暴力高峰期 成立了一个非盈利组织 亚太裔美国人拥枪者 在其网站上 该组织表示 将努力为受此构腔的 AAPI客户提供教育材料和支持资料 在2017年小规模的实行基础上 经过近八个月的改善 策划筹备 内华达华人协会主办的 北美青少年华语歌曲歌唱大赛 现已正式隆重推出 华语歌唱大赛旨在让华裔后代 以及各族裔学生们 在学习中文 学唱中文歌曲的同时 多了解中华文化 历史 人文等知识 尤其希望帮助出生于中国的领养儿童们 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 通过该活动 在其他族裔学生与中文老师 以及华裔同学们之间 也建立更多的互动与交流 美国华人联合会社区基金 将于2023年3月25号 举办成立大会 及首届筹款晚会 所筹善款将用作于 小额赠款的方式 资助美国各地华裔社区 组织的初创公益项目 UCACF的创始董事会成员 包括 常进 李世海 林宁过 陈希梦 徐国富 葛倩 于郭梁和李慧琼等8人 作为一个非盈利组织 以及美国华人联合会的下属机构 UCA社区基金 致力于为初创社区公益项目 提供种子资金 通过在公民参与 公共教育 文化遗产分享 青少年发展 和加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 相互了解等方面的努力 以维护美国华人个人和群体的权益 丰富华人社区生活 以及提高华裔在主流社会的影响力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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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